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狂俊宇 今天是2024年2月5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有關美斯坊講的大頭髮 據報今早有些新消息出現 講到究竟那份合約是怎樣寫的 AM730有相關的報道跟各位一起講講 零邊商講球隊 據報今天就會離開香港 情況如何呢 跟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講講各大相關諮詢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這次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羅生門未解開 賣亞蜜的IG一早就說美斯連後備都沒有 出場條款有不同的版本 報導的難民提到 香港聯賽選手隊昨天下午跟美積球會國際賣亞蜜 踢表演賽 阿根廷球王美斯未有上陣 球迷高叫回水 城市在學賭彩之下收場 被形容是世紀大騙案 國際賣亞蜜解釋美斯有傷 上陣就會有很大的風險 政府昨晚兩道發新聞稿子 對於美斯沒有上陣 而他也未有應要求在場內親自向球迷說明原因 政府和一眾球迷感到極度失望 主辦單位強調賽前並沒有得到任何有關美斯 或蘇亞蕾斯缺席比賽的消息 另外事件仍然有兩大羅生門未解開 賣亞蜜在社交平台的出場名單已經列明美斯連後備都沒有 不過大會出場名單仍然將美斯列入後備 另外有報導指合約有列明美斯需要下場約束45分鐘 不過又有報導指香港站的合約只是承諾大牌球員登場 賣亞蜜主帥馬天勞賽後解釋 昨天下午說隊伍的醫生已經認定美斯還有蘇亞蕾斯的傷勢 不適合參賽 兩人在賽事仍然有走入後備席 美斯指以便裝休閒孩現身 蘇亞蕾斯在下半場的尾段仍然有熱生日 不過都沒有上陣 賣亞蜜的社交平台的IG還有Facebook在賽前公布出場名單可見 後備球員有10個人 蘇亞蕾斯在席 不過美斯是不在席 但是賽會交給傳媒的出場指 就列為後備球員有11個人 球場的大屏幕還有播報員讀名單的時間 也有確認美斯列席 當時已經有球迷和網民發現出場名單有兩個版本 心之不妙 不過主辦單位和球隊之間對這個羅生門有沒有任何溝通 另外出場指的版本名單又是否雙方達成的共識 要知道若果球賽前一早宣布美斯不在後備之列 現場反應恐怕難以想像 另一個羅生門是有關合約列明的上陣條款 定名主要球星是需要落場一定時間 多間傳媒賽後引述消息 主辦方和特區政府簽訂的合約中 有列明美斯需要落場約束45分鐘 除非他受傷患等健康問題所影響 合約也列明在這個情況下 美斯仍然要跟隨球隊一起出席所有活動 但另外有傳媒引述市場消息 香港站的合約只是承諾大牌球員會登場 不過國際賣阿密球星眾多 合約當中提到的所謂大牌球員 或者只要部分登場就已經不會違約了 最終兩名前巴塞隆拿球星 佐迪艾巴還有布斯基斯也是後備出場 不過未知那份合約是否只涉及球隊還有主辦方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到今早就開始爆出出場條款都有不同版本 一個就說早早在IG就已經說到 賣阿密就說這次美斯連後備都沒有 不過到現場的時間派給傳媒和現場的屏幕 就說美斯是後備 相關的報道都說 若然開賽之前已經知道在場的美斯 竟然連後備值都不是的話 估計在場的38000位球迷的反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 會不會因為這樣所以現場的名單有變呢 暫時未知 另外究竟合約定名是美斯要下場 還是所謂的大牌球星要下場呢 大牌球星即是有些名望的球星 其實在國際賣阿密裏面 只要有些稍有名氣的球星有下場 已經不違約了 究竟這個羅生門怎樣解釋呢 據報這麼大隻 今天局長應該都會見記者 即管看看晚點的時間 我們會緊貼著跟進一下局長怎樣說的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國際賣阿密預計今天離開香港 他們住的酒店外面 警方設百米封鎖線戒備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賣阿密球隊預計在今天下午離開香港 為了慎防再有人衝擊球隊 今早2月5日 港府派出大批警員在酒店外面加強報放 在酒店出入口100米的範圍 放置鐵馬和圍起鏟帶 多格警車在現場戒備 有一個新村國際賣阿密球衣的酒店住客 報近酒店門口 幾個警員隨即是上前問話 隨後他在警員陪同之下返回酒店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據報國際賣阿密今天就不敗了 即是離開香港 當中說到相關的酒店暴防嚴密 以免發生昨晚 即是由普通話的球迷衝入酒店的事件 另外亦都說說另一單消息 國際賣阿密接著要去哪裡呢 據報下一陣去日本 昨晚凌晨有傳他們會取消去神戶那個比賽 不過最新消息又有變話和各位了解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國際賣阿密去神戶打那個友誼賽 曾經惹來取消的移運 不過最新預告又說下站日本見話 報道的內文提到 國際賣阿密將會在2月7日 在東京國立競技場與神戶勝利船進行友誼賽 有外國媒體發現 賽事在Apple TV的直播賽程中消失了 質疑比賽或者可能取消 不過球隊在香港時間 今早2月5日8時多 在社交網站更新賽程 表明下場比賽將會在日本舉行 釋除相關疑慮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原來緊接去日本打友誼賽 昨晚凌晨有傳 去日本那場球會取消 現在沒有取消 下站日本見 究竟日本那場美斯又會不會上場 若然去到日本那場美斯上場 情況相當尷尬 即是今次先去香港 後去日本 結果香港這邊一獲足 不過去到日本的友誼賽 正如一些網友昨晚報道都所指 會不會突然之間好完 但現在真的未知 事件越鬧越大 相當頭痛 有關美斯訪講的情況 我們會持續跟進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觀塘道私家車撞爛江 司機逃走 遭到路徑的緝毒犬車 是折獲的 疑似無牌兼獨駕的 報道機內文提到 話說觀塘道發生懷疑獨駕 以及涉及無牌駕駛車 凌晨1點多 據報一架私家車 沿觀塘道往黃大仙方向行駛 涂至平石村對開 即是準備上農場 渡橋前 突然失控 自己炒車撞爛爛江 車頭無煙 其他駕駛人士見葬 代為報警 在這個時間 有一架正在趕往長沙灣危險駕駛的 車禍現場的警犬隊警車 再和緝毒犬經過現場 發現涉案司機竟然連車都不要 照價企圖向平石村方向逃走 警員立即落車追跡 成功將他制服 據說有人報稱自己無牌駕駛 而且剛剛索K原筆 警員通報上級 緝毒犬先為其服務 不過車內並未找到遺禁的物品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認真沙膽 幸好沒有撞到人 這個人無牌駕駛 兼剛剛吸毒 駕駛炒車的 撞嵐缸 當時是橙上行人路 後果就不堪設想 我是框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